我亲爱的女青年,我们非常爱你们每一个人,也看到你们在这充满巨大挑战,同时又伴随着大好机会的世界,勇敢地起来发光。 这可能令你们想问,我的未来是什么模样,我向各位保证,身为神具有美德的女儿,你们的未来是光明的,你们生活在福音真理已经复兴的时代,这些真理都可以在经文里找到,你们受洗的时候也获得了圣灵的恩赐,这位圣灵会指教你们真理,帮助你们准备好影像生命的各种挑战,神已经赐给你们道德选择权,和在世上学习的机会。 他有一件事工要你们去做,为了完成这项事工,你们个人有责任寻求学识,掌握未来的关键,也就是你们光明希望的关键,都可以在新版的巩固青年小手册里,教育的这项标准,以及女青年的知识这项准则当中找到。 教育能为你们开启机会之门,只要遵从主的劝诫,借着研读,也借着信心寻求学识,你们不仅可以靠着研读,获取学识,还能借着信心学习,进而增添理解之光。 要借着勤奋研读,来寻求学识,人生当中鲜少有其他阶段能像现在一样,让你投注这么多时间在学习上。 格登·辛格莱会长曾经向教会的青少年提出睿智的忠故,你们在接受正规教育期间所养成的读书习惯,对于往后一生的求知欲,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,你们必须尽可能地接受教育,为了使自己有资格从事这个世界的工作,要牺牲一切需要牺牲的事物,一面成长,一面不断地训练心智和双手,使自己成为良善的力量。 多马孟孙会长曾经特别针对女青年说,未来往往不可预知,因此我们必须为世间的变化无常做好准备,我敦促各位接受教育,学习就业技能,这样一来,要是有一天你面临了这种情况,就已经准备好能担负加累了。 要听从睿智,受灵启发的众先知的中骨,当个好学生,起来发光,在学校用功读书,诚实不期,为人正直。 如果赶不上功课,或者对自己的课业表现感到气馁,可以寻求父母、老师,以及能帮助你的教会成员的协助,千万不要放弃。 把你们想要学习的事列出一张表,然后和家人、朋友、领袖讨论你在教育上的目标,让他们可以支持鼓励你,这是个人进步计划里的模式。 随着科技的进步,你们正目睹,资讯爆炸的景况,也饱受各种声音影像和网络的轰炸,务必要有所筛选,不要让这股知识的狂潮使你们分心,或减慢进步的速度。 女青年们,要奋起你们的目标,操之在己,能决定让哪些事物进入你们心思意念中的,是你们自己。 在你们学习的事物里,有些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课堂外面学习的。 要让自己置身在模范妇女当中,她们可以教导你各种技能,比如家政、艺术、音乐、家谱运动、写作或演说,去认识她们。 当你学会了新的事物,就到协尽活动里教其他人,或者当其他的女青年的指导小老师,借此达到获得荣誉封奖的一些必要条件。 除了我的母亲外,我还有许多指导老师,我第一次知道这种指导程序是在九岁的时候,当时我的初级会老师教我绣十字绣。 图案是,我要把浮云之光带进家中,这幅图在我的青少年岁月中一直挂在我的卧房。 这位老师指引我,纠正我,一直鼓励我,其他指导老师也陆续出现。 我知会中曾经有两位记忆精湛的裁缝师教我缝纫,他们耐心地指导我,鼓励我,所以我十四岁的时候拿了一件洋装,参加缝纫比赛,结果还得了奖。 这个过程提高了我的求知欲,也促使我在其他方面追求卓越。 现在就获取知识,对将来为人母亲大有帮助。 母亲的教育程度对于子女接受教育的取向具有深远的影响。 母亲所受的教育乃是遏止贫穷循环的关键,因为受教育的妇女往往能生育出较健康的婴孩,子女也比较健康,本身也更有自信和适应力,并且有更高的理性和判断力。 我们从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学到,母亲的主要责任是养育儿女,为子女提供教育,就是这里所说的养育的一部分,也是你的神圣责任。 就像那群青年战士,是由她们的母亲教导她们一样,你也会是儿女生命中最重要的教师,因此要慎学你学习的一切。 现在就尽其所能地学习,以便造福子女和未来的家庭。 要借着信心寻求学士,当我们经由祷告,经文研读和服从,去勤奋地获取灵性知识,当我们寻求那位为一切真理作证的圣灵的指引,就是在借着信心学习了。 如果你们善尽本分去获取学士,圣灵就能启发你们的心智。 当你们努力保持配衬,圣灵就会在你们学习时给予指引,为你们增添理解之光。 我,我是女青年的时候,借了一对超长的滑雪板和超大的靴子,请一个朋友教我滑雪。 我们在一个阳光普照,风和日丽的春天,趁着晴空万里,雪况绝佳的日子去滑雪。 学的时候,原本担心坡度太陡的心情,以便而为欢欣雀悦的心情。 虽然超长的滑雪板让我摔跤打了好几个滚,我还是站起来再接再厉,而我也渐渐爱上这项运动。 不过我很快就发现,并不是所有的滑雪天气都那么完美理想。 在阴霾的日子,我们必须在一种称为弱光的情况下滑雪。 来自太阳的光线,要是因为云层而消散,就会产生弱光。 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向前看时,谨慎感会消失,难以判断坡度有多陡,无法看清山丘上的高低起伏。 女青年们,各位在展望未来时,可能就像当年的我看着那条陡峭的坡道一样, 有时候你们可能觉得自己就生活在弱光之中,无法看清面前的一切,然而借着信心学习,会让你们有自信,通过不确定的时刻。 在《马太福音》第25章里,十童女的比喻教导我们,灵性上的准备攸关重大,而且必须靠个人的努力才能达成。 各位都还记得,十位童女都受邀陪伴新郎前往喜盐,但只有五位聪明的童女在自己的灯里预备了灯油。 那时,于卓的对聪明的说,请分点油给我们,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 聪明的回答说,恐怕不够你我用的,不如你们自己倒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 他们去买的时候,行郎到了,那预备好了的,同他进去坐席,门就关了。 各位可能认为,那五位聪明的童女很自私,不肯分享灯油,然而灯油是无法分享的。 灵性上的准备,必须靠个人的努力,一点一滴地获得,那是无法分享的。 现在就是各位勤奋地身体力行,一点一滴地提升自我灵性知识的时候,要经由祈祷,研读经文和服从做到这件事。 现在就是各位一点一滴地追求教育的时候,每一个蕴含美德的思想和行动, 都会为你们加添灯油,使你们有资格获得那位神圣的导师,也就是圣灵的指引。 圣灵会在今生的旅途当中指引你们,即使你们觉得生活在弱光之中,不确定未来景况如何, 你们也无需害怕。 只要持守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,圣灵必会在你们做决定和学习的时候,指引你们。 我根据个人的亲身经验向各位见证,只要你们借着研读,也借着信心寻求学试, 就必能获得指引,知道主要你们做的事,以及你们需要知道的事。 我在女青年阶段接受了教长祝福,这份祝福给我的中故事, 要追求良好的教育,做好自我准备,及早学习蕴含在家政和照顾儿女方面的美德。 我热切地希望获得组织家庭的祝福,然而那份祝福却一直等到我37岁终于结婚时,才实现。 当时我先生丧偶,所以我们在圣殿印证的那一天,我一刹那间就蒙得祝福, 不但拥有丈夫,同时还有了四个孩子。 在那之前,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,常常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弱光之中滑雪一样。 我会问,我的未来是什么模样? 我努力遵从教长祝福里的劝诫,勤奋读书,成为教师,然后继续深造,后来担任小学校长。 我向天父祷告,寻求圣灵的指引,我热切地相信众先知的应许。 他们向我保证,只要我保持忠诚,忠信,遵守我的圣约,服侍神,爱我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, 我就不会被排挙于天父赐给他忠信儿女的任何永恒祝福之外。 我明白,我所受的教育,为我预备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我在女青年阶段所想象的人生。 我原本以为我研读教育学是为了将来能到学校教书和教养子女, 却不知道主也同时帮我做好准备,让我跟着丈夫到蒙古传教时在当地教英文, 也帮助我教导教会在世界各地的女青年,以及教导我的孙子女明白知识的宝贵。 这一切美好的祝福都是我原先没有想象到的。 我见证天父认识你们,爱你们。 他对你们有莫大的信赖。 他有一件事工,只有你们能做。 我向各位保证,只要你们借着研读,也借着信心寻求学试, 必定能够为那项伟大的事工做好准备。 我这样见证,奉耶稣基督的名,阿们。